哈囉 大家好 我是Ru-chan 我是Ru-chan 今天也要看影片 謝謝 一ヶ月的程度 家賃呢 家賃呢 現在我們住在家 8萬6千円 駐車場込的 現在車通勤 車停車後 駐車場代 不然有所要的地方 在這裡有所要的地方 3千円 那是2LDK 然後我們現在做的版本差不多是2LDK 可能全國的看起來很便宜 熊本看起來很便宜 安全度看起來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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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之前住日本一些阿巴多的經驗 就是一般那種房子 下面是沒有大門鎖的 就是會覺得有一點點恐怖 然後我有很多朋友 他們是住在1樓或2樓 他們都會被頭內衣內褲 然後我就會很怕 因為畢竟日本這裡沒有家人嘛 所以我們就很重視安全面 我們現在住的就是下面有大門鎖的 下面有大門鎖的 這樣子 門鎖的話 外面鎖的話 旁邊的人都會聽到 旁邊的人的話聲音 聽起來聽起來好像 叫做蹦蹦蹦 號 發生的家庭 我們家是剛剛那一層的邊編 所以又是很大 其實現在住的這個地方還滿大的 比我之前在東京住的家 有差不多一倍大 那麼多 あと我還想起isma 但是,你最初的印象有什麼不好的印象嗎? 說不定 像是幽靈的,像是台灣的,像是台灣的 你覺得沒有說話嗎? 說不定了 說不定了,我忘記了 說不定,像是幽靈的,像是幽靈的 你覺得沒有說話嗎? 說不定了 好,好,那就到最後 然後,因為熊本是比較鄉下的地方嘛 那在東京的話是價錢也覺得更貴 像是我之前出社會在東京住的一個房子 就只有1K而已,就是有一個房間 然後它這個價錢就是差不多 7萬5就跟現在差不多 只差1萬日元,就差這麼多 可是那個7萬多的地方,它也是有大門鎖的啦 也是比較安全的 然後因為它是新竹的關係 就是新幹好的房子 我是第一個住進去的人 可能就是整個環境比較整潔,才比較貴吧 如果你是學生的話,建議還是住學生宿舍 或者是sharehouse 我剛才東京的時候就住sharehouse 那sharehouse的話,我那時候住的是一個月 5萬日幣 就是含水電瓦斯,全部的話是5萬日幣 就跟房東伯伯一起住這樣 我很多朋友都會覺得 你總會覺得就是我記帳一起住這樣 可是因為那伯伯就是一個人很好 我覺得它可能對女生也沒什麼興趣 然後是一個非常重視清潔的伯伯 所以我們家一直都非常的乾淨 我自己是覺得那時候5萬也蠻值得的啦 但是我其他住sharehouse的朋友啊 他們有些人是3萬或2萬 就是更便宜的地方 可是可能就會比較遠 不然就是你要跟別人睡同一個房間 那不然就是你的浴室可能要共用什麼的 就是要犧牲一切比較好的條件 去換那個比較便宜的房租這樣 我從來到這裡一直都在東京的社員料 社員料是一直都1萬3千元 而且高熱費込 所以我真的只會払到1萬3千元 超級便宜 超級便宜 啊我之前在北海道交換的時候也是住在學生寮 那我那種學生寮非常非常便宜 其實有很多的學生寮 但是我選最便宜的 因為那時候沒有那麼錢 然後我就住一個月房住只要用4千元才3千元 啊 便宜耶 沒錯 非常便宜 但是在北海道也很寒 那時候冬的時候 然後高熱費又增加了 然後高熱費是全部的量的人 分別的量 使用的量都分別的量 啊 但是 暖暴等的量是全部的量都管理了 啊 そう啊 高熱費是大約1萬1千元 那當然香港人也很寒暴等的量都使用 反正大家就可以依照自己的要求 例如要離車站遠一點 還是要安全一點 你要住高一點什麼 來選擇你要住的方式 價錢 那接下來就要跟大家分享 每個月都會花到的 高熱費 電気代 加熱費和水道費 日本可以統稱這種基本花費 叫做高熱費 這裡是 電気代和水道費和加熱費 大家介紹一下 最初的加熱費是 2020年3月份 是 3,747日元 我們是覺得兩個人這個價錢還滿便宜的 可是當然對學生來說 就會覺得 哇 一次要付個四千都很貴 可是因為是兩個人這樣分 一個人差不多1,800日元啦 我覺得還能接受 因為現在其實沒有很冷的關係 如果是冬天的話 會更貴 沒有要泡澡啊什麼的 其實比我之前在東京 自己一個人住的時候 還要貴一點 因為我在東京的時候很少做飯 可是現在在這裡 我就是比較常做菜 因為熊粉比較沒那麼方便 去哪裡都買得到東西 所以會自己做飯 那就會有做飯的話 私費會出來這樣 我一人暮時 很容易使用 Ryu Ryu 手洗澡時 也使用水 我絕對水 洗澡時 嗯 我全部洗澡時 節約 我也是洗澡時 洗澡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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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 塗 乾淨 我就在洗澡時 洗澡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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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痛嗎? 然後接下來是水費 水費的話我們這個是一個月份是512日元 其實一般水費應該是兩個月一起繳 那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就是只有一個月而已 其實這個價錢是很便宜的 因為我們一般可能水費兩個月繳快 然後一千多差不多兩千日元這樣子 還有Ru-chanが料理するから 料理洗う時も水使ってるし そうだね なんでそんな安いの? でもいつも水道台が安いの気がする そうだね まだまだ水費があるけど 昔の水費は忘れて とりあえずこれは2個月繳の分です 最後一個是電費 電費的話是每個月繳一次 我們這個電費是2月份的電費 3705日元 管電費是最貴的 兩個人這樣子的價錢我覺得是還可以接受 因為我幾乎整天都待在家裡 但是我要跟大家說 我真的非常的省電 就是我只有在的地方才一定會開電燈 其他地方都會把電燈關掉 之前我1月還沒來的時候 文藍自己一個在這裡生活 然後文藍就很常 電視開著 燈也開著就睡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講 那個月的電費的時候 發現那個月的電費竟然高達5000多日元 仕事忙し過ぎて もうそのままパタンキューして 一人暮らしの時 もうずーっとテレビつけっぱなしなんですよ なんか寂しいから なんか見ないんですけど もうずーっとテレビをつけて テレビの音がずーっと流れてる状態が好きで 誰もいない時は常につくんですよ だからルーちゃんがいない時は もうずーっとつけて電気をつけっぱなしで もうずーっと寝てた 因為文藍很需要電視的聲音陪伴 可是因為我其實不太喜歡電視 一直開著聲音 所以我都可以把電視關掉 然後可能就省下滿多電的 まあまあまあ電気代節約のため そっちの方がいいんだよね 自從我來的時候 然後我們家的電費就變得便宜 我覺得日本這個很方便 是全部都是便利商店都可以付 因為我在台灣的時候 都是我爸爸媽媽在付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台灣怎麼付 但日本在便利商店就可以付很方便 在便利商店付款的話 會有像這樣子的條碼 只要有這個條碼 就可以在便利商店付款 まあ実はコンビニで払う以外にも 定期的に 一回なんか銀行口座から 引き落とされるサービスもあります 簡単なんだけど なんか払ってるっていう感じがしなくて どんどん使っちゃう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 俺はもうコンビニ決測にして 今月こんなに使ったんだ 来月は節約しようみたいな そういうことを考えてます 前回大学生の時とかは もう引き落としにしたけど どんどん使っちゃいすぎて それよくないなと思って 我也是比較喜歡這種便利商店付款 因為我其實很不喜歡 那種全自己被扣掉的感覺 會覺得在自己不知己的情況下 錢一直留不掉 那除了房租 還有水電瓦斯的必要支出費 就是WiFi 我們家的WiFi是用文章租的那種Poketo Wi-Fi 那種口袋用的WiFi 那個的話價錢也很便宜 一個月差不多是3800日元 可是我覺得那個Poketo Wi-Fi 就有一個缺點是 它的那個容量非常的小 只要三天用起來加超過10GB的話 到晚上6點就會開始限速 網路就會變得非常的慢 建議就是因為這樣我還蠻苦惱的 因為我影片完全上傳不上去耶 那之後是因為文章幫我的手機換方案 我的手機方案本來是7GB 然後現在幫我提升到50GB 而且50GB還不包含Youtube 還有Facebook、Instagram 這些SNS的使用 所以我就可以用手機分享我的WiFi 到我的電腦去上傳 你可以就很順這樣 然後我已經 現在30GB使用了 現在的Campaign 60GB使用的計劃 但是WiFi 3天10GB使用的東西 Rui全部使用的 3天10GB使用的東西 10x10 100GB使用的東西 哇 你怎麼使用的東西 除了WiFi之外就是我們的電話費 其實電話費現在的人都不太打電話了 但是就會用到網路那些嘛 然後我自己的電話費其實蠻貴的 反正差不多7000多日圓 文章幫我換方案之後就算那個GIGA變得很多 可是錢好像也加得很少 就是加個幾百塊這樣子 可是如果打電話的話就很常超過1萬日圓這樣子 但是我… 很便宜 我每天都要花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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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查他的方案到底多少錢 其實有很多人推薦我說 可以用LINE 或是UQ 這些也是SNS可以用到爽 可是因為那些有時候網路就會變得很慢 那我就有點不太接受網路變得很慢 所以我就選擇多付一點錢 然後用三大電信 分割費5700元 然後請求額11436元 文當那個5000多元是因為他當初換新手機 所以這個手機是用分期付款搭配方案來的 我自己都喜歡在台灣買手機啊 因為有比較常去的店 他們會幫我扣皮資料什麼 在日本就比較難開口 那我們現在兩個人這樣一個月差不多要付多少錢 錢 8萬6千 水道代512元 要進去 電気代3705元 電気代3740元 Wi-Fi料金3100元 電気代2萬元 我們兩個差不多一個月的固定支出有11萬多差不多 我們覺得蠻便宜的啦 因為這樣一個人等於是 房租加水電瓦斯加Wi-Fi 然後還有手機費 這樣全部的話一個人差不多是 1萬多元 然後跟大家講很酷的 是我們兩個昨天出去吃飯 都看到有一家公寓 然後就那公寓非常的漂亮 我們就想上網查它是多少錢 房租差不多是9萬跟11萬 就比我們這裡貴 可是它那裡是完全不用付電費的 因為它們是太陽能發電 好 力量很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 那這個影片也希望可以解答一些大家的疑惑 就是在日本這樣子 兩個人住一個月到底差不多要花多少基本的費用 留學的人 不知道什麼時候要花多少錢 所以我希望你們可以看這個影片 可以參考一下 好 如果你們有其他問題想要問我們 在日本的生活 還有在日本的煩惱等等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們 我們都會看 都會回答 好 那這個影片就這樣子 這個背景呢 是我們兩個新的決定要拍影片的地方 看 後面雖然什麼東西都沒有 但是其實我們在拍影片之前 是有小裝飾以下的 看上面 你們看上面喔 登登 是有獎牌的 可是 可是因為我們加相機之後 發現那個獎牌太高 所以我們完全裝不進來 然後之後呢 可能會想要在這裡做一些裝飾什麼 讓整個畫面看起來比較豐富 好 那這個影片就這樣子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黃 我們下支影片見到 這個時候是最重要的